上海有个没啥人知道的老街 建于明朝 位于黄浦江边 里头还有著名船厂 大家好 是黄秋库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好了朋友们 那么这个古镇老街 位于闽杭区浦江镇 整座村子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 也就是说明朝的时候 它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它的名字叫做唐口老街 你别看它现在这边人烟稀少 甚至连只苍蝇都看不到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这边还是非常热火朝天的 这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位于周浦堂与黄浦江的交汇口 水路交通十分发达 所以古代的时候 这边也是一个码头 很多过往的船只 都会聚集在此修理 你看包括现在也是 这边你看一个老船厂 依旧还存在 每天也会有很多大船艇 靠在这边 不过整个老船厂 我们看到非常破旧 除了这些杂草 还有骑着自行车的我之外 就看不到第三样东西 朋友们我们看 这边树过来的 这边横过来的 就是黄浦江和周浦堂的交汇口 我前面以为对面那块是浦东 后来查了一下地图 对面是老敏航地区 我们看这个老修理厂 至今还有很多船只 会在这里停下来修理 哇塞 朋友们我们看 都是一艘艘小船船 你看它这边还有一块牌子 大的船只 是不能够使路 他们这个村庄的周浦堂的 好了朋友们 从老船厂出来 又回到老街上面 整个老街古镇我们看到环境确实是蛮好的 干净宽敞 又有一点古色古香 哇塞 看这个墙面 还有旁边的木制楼房 多有感觉 这间也是整个村子里面比较老的一间房子 原来还是一个民宅 唐口丁家住宅保护点 你看我的眼神多毒辣 一看就知道这个房子不简单 以前唐口老街两边可以说是非常繁荣的 像铁铺 凉油铺 理发店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商骨云集 不过现在也确实是看不到半点痕迹了 除了民房还是民房 可能这是因为没什么人 我们看到整个村子的环境 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非常难得 这边有一户人家 怎么好像全搬掉了 是一个荒弃的老房子 我们瞅一眼 这个老宅 我们看到 不知道是没人要了 还是正在装修 乱七八糟的 从旁边能上到二楼 我们看一下 二楼我们看到 都是一个个房间 近距离的能看到屋顶的瓦片 整个村子真的是跟一个无人村一样 走在这里兜兜逛逛的 真的是很舒服 蓝天白云 又要说我那句话了 感觉根本不像在上海 我们看一下这户人家 这个房子也是很有特点 我总感觉这边很多房子 里面都没有人住 真的是破破烂烂的 这个村子不大 感觉一会儿就起完了 这边有一条小道 我们看一下 前面有位老奶奶 弄好 这边一栋两上两下的房子 也是颇有年代感 这户人家好像蛮厉害的样子 这么大一个院子 这个房子造的 好像也不错 我感觉这里改造成一个景点 可能比现在更热闹一点 感觉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出了村子有座桥 叫做周普堂桥 桥上有个水闸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水闸 叫周普堂水闸 我们看到 旁边都是拦起来的 你是爬不进去的 我们看到这水闸下面的水 颇为平静 到时候这个闸门一开 这个水估计就厉害了 好了朋友们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唐口村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进行交流 喜欢秋库的 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大家再会